要不你把你的工作词 咱俩去做直播 然后你去做直播 这个行业挺好的 他根本就不是让我去做直播 根本就是让我去丢脸现丑的 我根本就不喜欢那个 以前不是摄影师吗 你不是挺爱臭美的吗 今天买一堆的衣服 非得逼着我播 那天我回去真的 他逼你做直播呀 对 逼着我做直播 就太不尊重我了吧 就很不喜欢 他又不喜欢干直播 你为什么非常地干呢 他自己的工作挣不了钱呀 然后他又想结婚又想买房啊 怎么可能啊 那我就给他介绍呗 那你就是那种臭美的男生 你怎么做不好 你就是不想做 所以你不了解我呀 结果他后面倒好 就去干了一个另外一个 就是很努力的工作 我去了一个酒吧做销售 对 他去做酒吧的销售 那是去工作的吗 就他特别喜欢喝酒 就每天通宵通宵的喝 那肯定是去玩的呀 而且他也喜欢美女 五年多了 这点基本新人都没有嘛 我在外边累死累活的 挣钱 你说我在酒吧玩 每天干到你从两点多 你心里没点输吗 你 所以说一点心理都没有呗 你们俩怎么就不分手呢 因为我当时 我的性格 就是一旦认准的人 我是就是不会放手的 其实我们过年的时候 分过一次手 分过啊 对 分过 后来怎么又好了 为什么分呢 那次我爸让他回家过年嘛 我觉得就喊了很多次 还包括之前一些事 我觉得他就特不尊重我那边 家里的人也不在乎 我就那天给他打电话说 你到底来不来 来不来这边过年 他直接很态度强硬的 我就是不 我说你不的话 咱们就算了吧 反正你也不在乎我家里边的人 你在乎我吗 其实我特生气的点是因为 他从来从来没有站在我的立场 为我考虑过 当时你们就因为这个就分了是吗 对 分了之后怎么又合了呢 说实话也不算合吧 就因为太久了 也就那样 习惯了吧 反正也没有正式的说一个合 咱俩现在不是还是合住在一块吗 当时我很气 他让我把那个旅行社的那个 不要做了 反正你这个没出血 没前景 要不就选嘛 做直播 要不就家里所有开支 一比一比 现在跟我算账了 你知道吗 那我一系之下车 我直接不要了 直接卖掉 你要给我算账是吧 开支我来 行 那房租我直接一年全部交完 是我让你交的呀 你要给我算账啊 让我开支我来嘛 嗯嗯哦 嗯哦 嗯 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